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数字了 这次我们电影狙击特长小组 在完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借助无人机 这是精彩的狙击 钢剑有为自强不息 加油中国 有请主持人小贝宁 钢剑有为自强不息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欢迎各位 挑战不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极致追求 也是一直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力量 在并肩前行的道路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努力加油的挑战者 在中国人手中变不可能为可能 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个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 向每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中国人 致敬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 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速算这个项目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多次出现 我们曾经在这里见识过极致的闪电心算 但是今天我们要呈现给各位的这样一个挑战项目 我们的挑战者根本就不用眼睛去看这些数字 他们是用自己的耳朵来听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挑战项目叫做闪电听算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欢迎五位 大家好 我叫吴雅锡 今年11岁 来自湖南省洋阳市人民路小学 我叫潘运营 今年11岁 来自湖南省洋阳市人民路小学 我叫刘航 今年11岁 来自湖南省人民路小学 我叫周晓栋 今年13岁 来自贺壁市骑滨中学 我叫任超 今年12岁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古楼小学 欢迎五位挑战者 他们五个人要进行的这个项目的挑战 其实上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淘汰制 对于挑战者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严苛的挑战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设定的这几轮 如果你要是达不到要求和标准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参加下一轮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挑战者 才有可能挑战成功 所以五位都是很年少的听算高手 这三位在一个学校的 你们有一个团队是吗 是 平常去参加猪行算比赛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获得过团体一等奖 什么比赛的团体一等奖 全国世界都有 世界的也有 团体一等奖 另外两位同学呢 在2018年我们两个都参加了 全国前30强的中心算比赛 我是第一名 我是听心算淘汰赛的第一名 所以今天强强相遇 自然会有一番不得了的挑战 挑战规则 我们一共要分为三轮进行挑战 难度逐轮的升级 挑战者每轮只有一次机会 回答正确者进入下一轮 最后通过三轮挑战的挑战成功 第一轮的挑战规则 评委现场随机选择 一百笔三位数 五位挑战者进行加法运算 电脑系统将在65秒钟之内 匀速地播报这一百笔数字 播报完成之后 挑战者必须立刻写出答案 回答正确者进入下一轮挑战 也就是说每一组数字播报的时间 加上运算符号只有0.65秒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五位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好 我们的五位挑战者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下来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 三百五十六加九百八十五加四百七十八加一百五十四加七百八十加五百四十二加三百一十四加七百五十八加九百零七加四百五十八加六百二十二加三百二十二加三百五十八加七百五十八加七百五十六加八百零九加一百四十七加三百四十七加八百四十五加六百九十加八百五十三加二百一十四加七百八十五加二百三十六加四百五十八加八百五十加九百六十五加四百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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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四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到最后什么感觉吗 最后就像唐僧在念紧箍咒一样 脑子发胀 然后我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然后突然发现爆已经爆到下一盘 我根本没找到那个爆的在哪儿 我之前还真的傻乎乎地问过我们的编导 我说为什么要用机器播爆 为什么不用人 编导说人爆不了 我只听到加加加加加 我的天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我们接下来验证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五万七千二百一十四 我们来看人超的答案是 五万九千七 mind 七 long 二百%能够第二十四 五万三十五istic 五万八千十五 五万八千七 二百 1000urs 二百二百百二花枚 最后一位数 0.65秒播报一组数字 相当于正常语速加快了将近20倍 平均到每一个数字上 仅有0.13秒的时间 挑战者不仅要听清这些数字 还要快速算出这些数字的总和 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4 好厉害 任涛率先取得晋级下一轮的资格 来看我们第二位周小冬的答案 5 7 2 2 1 4 哇 厉害厉害 来 我们看刘航的答案 5 7 2 1 4 没问题 刘航也晋级 再看潘云的答案 5 5 7 2 1 4 祝贺潘云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出现差错 我们来看最后一位伍雅琪的答案 1 1 2 2 2 3 3 2 3 3 2 2 2 3 2 3 2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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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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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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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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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再一次为他们戴上耳机眼罩 这轮我们请李昌玉博士来为我们出席 我心里面有点不忍心啊 太快了 与第一轮0.65秒相比 第二轮的播报速度只有0.55秒 时间的缩短 意味着所有播报的数字 更容易让人听不清楚 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各位准备好了就告诉我 举手示意 好 接下来我宣布 第二轮闪电听算挑战开始 一见 好 再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我的 词 中文字幕组 太可怕了这个 这个我是真听 中间好几个数字 我没听清楚 实话实说 有没有就是你们心里会担心 比如中间哪几个数字 我可能没听清或者听错了 你看他们还是会有 我也有几个像四百多少 我也听不清楚那一个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五八二九一 来看第一位 任超的答案 五 八 二 九 那就没错了 一 任超 漂亮 率先晋级 来看第二位 周晓冬的答案 五 没问题 八 没问题 哎呦喂 我算题的时候我进错位了 少进一位 所以算错了 非常遗憾 周晓冬一个数字之差 从二变成了一 遗憾地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我们来看刘航的答案 五 八 到这一关难度确实加大了 两个 稍有不慎 二 二 没问题 后面两位数字 九 没问题 一 好 恭喜刘航进入下一轮 来看潘玉莹 第一个数字 五 没问题 第二个 八 正确 第三位 二 好的 第四位 九 最后一位 一 正确 五 祝贺潘玉莹 进入最后一轮 请看乌雅琪的答案 五 八 二 九 一 祝贺 吴雅琪也进入到最后一轮 非常遗憾 这一轮由于小栋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百位数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 这个是因为中间有数字没听清吗 嗯 假 错了 我认为我是可以算对的 但是却 没关系 带着这样的一点失落和遗憾投入到未来的训练当中 当你下一次再成功的时候也许那种喜悦会让你感受的更深 对 就像我们说平静流淌的河水 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阻碍的石块 也许会激发他有更美的浪花绽放出来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小栋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不要难过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你一定能够 你一定能够获得属于你的成功的 我们支持你 你已经很棒了 加油 小栋 新年进步 谢谢 小栋可以到处休息 接下来四位将要面对的是这个项目的终极挑战 刚才难度都已经到达了这个级别 终极挑战又会怎样呢 最后一轮挑战的规则 评委 随机选择100比3位数字 我们的四位挑战者进行加法运算 电脑系统将在45秒之内 无间隔 匀速地播报这100比数字 就是中间没有运算符号了 播报完成后 挑战者必须立刻写出答案 答案正确的 才算这个项目挑战成功 第三轮的终极挑战 播报时间上不仅更短 而且数字之间没有符号间隔 留给挑战者反应和运算的时间也就更少 在快速且没有间隔的情况下播报数字 挑战者们极容易把数字混淆 造成计算错误 他们谁能最终挑战成功呢 任超我刚才注意到 在摘下耳机和眼罩之前 你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 你是紧张吗 我想给自己一种鼓励 这是给自己鼓励的方式 自数五秒的极致挑战 在我平时的练习当中 很少有正确过 因为这个速度 我有些跟不上 我们给你点鼓励 给你们所有的选手 加油 那么他们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我宣布 四位挑战者 第三轮终极挑战开始 549 658 651 367 896 898 569 123 698 790 850 989 452 649 649 873 165 986 980 970 9156 989 746 235 870 598 549 623 678 258 648 754 上次在5分内的这一种数据就是 其他人的几位是 国家的数据 数据的数据 数据更白的数据 数据 这种数据 听得我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一块 听久了以后 脑子里就全是那种回忆蒙的声音了 就完全已经听不到数字了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66948 请看第一位仁超他的答案是 6 6 6 他的后面三位数都错了 66629 非常遗憾 仁超没能够最终挑战成功 但是他坚持了前两轮 也是相当不错的 掌声送给仁超 我们来看刘航 6 6 6 好像是9 6 66483 也是后三位出现了失误 这次的题目难度 也跟我们平常的题目难度不一样 大大增加了 我能做出前两道题来已经很不错了 非常遗憾 刘航也没能挑战成功 还剩下两位挑战者 看看这一轮 他们当中能否有人最终挑战成功 终极挑战 没有间隔的快速报数 可以说是在能够听清楚数字的底线上 挑战了听算能力的极限 接连两位挑战者 都没能算对答案 挑战失败 这样极限难度的听算挑战 剩下的两位挑战者 能算对答案 挑战成功吗 来看潘玉莹的答案 六 六 刚才的两位都是在后三位出的问题 我们来看潘玉莹的第三位 数字是 九 九 四 四 应该没问题 漂亮 潘玉莹挑战成功 好 我们已经有一位挑战成功的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乌亚琪 六 六 九 没问题 看后两位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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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最后一位数 漂亮 大了 乌亚琪挑战成功 掌声送给两位挑战成功的选手 如何 如何你们 最后的四位选手当中 两位成功 两位失误 这是因为没听清楚数字 还是在运算上出现了问题 在运算上出现了问题 我也是运算的速度没有跟上 运算的速度没跟上 我看到你的手也是一直在做那个笔画 对 模拟播算盘的过程 运用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更快地计算一些 哦 朱新蒜除了在学习上有帮助 在其他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帮助呢 朱新蒜能够给我带来一种自信心 嗯 刘航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哦 因为他们是这个团队里 对 唯一的一个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我们这次是个人赛 不是集体赛 韩颖和乌亚琪能积极 我很高兴 你们是由老师带队来的吗 对 那我们把你们的老师也请上台 和大家见个面啊 我叫胡平 我来自湖南省刘阳市朱新蒜协会 我是会长 同时也是他们的老师 老师先对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刘航 先说几句吧 他参加了两次世界比赛 两次全国比赛都合得了团体 一能奖和个人全能金牌了好成绩 这次有点失误 不要紧 我们继续努力 他是个全能型的选手 也就是说在速算的各个方面 对 哦 刚才你讲世界比赛 除了中国 日本 韩国 还有哪些国家 去年的第七届世界比赛 有26个国家和地区 26个国家 对 我们的选手在世界比赛 团体一得一奖 河老师 你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培训中心呢 因为我们刘洋从事租心算教学 在小学一到三年级中 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 这些孩子都是五岁开始学习租心算 六岁通过选拔召集我们培训中心 进行全免费的培训 都心算的培训 都是我们为了传承中华民族 朱蒜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13年的时候 我国的朱蒜 被联合国交革文组织 真实列为我们人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胡老师带着三位孩子来到现场 两个同学在最后一轮 以完全正确的答案挑战成功 也祝贺胡老师 可以到时休息 那这个项目我们的两位挑战成功的选手 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稍后等待三位评委的抉择 我在荣誉殿堂等你们 祝你们好运 累不累啊 有点 有点 因为这个真的 特别耗脑力的一个脑力运转 就你们刚才的整个脑子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我们脑子里就是 珠子在打酸盘 珠子在打 珠心酸 是一个世界型大赛的体育项目 其实和游泳一样 都需要经过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艰苦训练 才有可能会取得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的五位挑战小选手 应该说年纪都非常的年轻 就已经完成了 这么高难度的珠心酸挑战比赛 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希望你们可以在日后继续坚持 继续努力克服万难 早日成为我们国家珠心酸队员的一员 为我们的祖国和国家争光天才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对于今天你们是否能进入荣誉殿堂 我的答案是 能 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潘玉莹 吴雅琪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少年强则国强 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 恰恰就是因为一代代少年 一代代青年的发奋图强 希望未来你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 和努力真正的成为国之栋梁 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你们的贡献 少年加油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有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悦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钢剑有为 自强不息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挑战不可能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是和记忆力有关 我先问一下咱们三位评委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记忆力怎么样 要看记什么 我们随机出三种数字 十一位数 为什么出十一位数呢 因为它跟手机号码的数字是一样 对于你们来讲 节奏是最容易找到的 给你们三分钟去记 就十一位数字是吗 三个十一位数 三条十一位 三个 我们试一次好不好 来 我们在大屏幕上出数字 出数字 接下来 再试一下 我给大家看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谢谢 你不忘了 明侵答 我心里凭不过 你不忘了 我英诶 不忘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到 三位评委 哪位觉得自己第一个数绝对记得是对的 我的第一组和第三组基本上是对的 好 我们看 孙杨 625 652 95 601 第一组是对的 对了呀 第一个 202 865 错了 孙杨的第三组完全就歪边了 最后对 439 对了 对 总计评委 202 868 错了 78372 这个好像不对 错了 092错了 094应该是 我们大家 三分钟 继三组 十一位数 都已经觉得非常困难 但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 要挑战的这个极限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大家好 我叫刘敏 今年32岁 来自山东济南 您是做什么工作 跟数字有关吗 之前的时候是跟数字有关 因为之前一直做的是客服工作 难怪 所以之前就会 对数字会比较敏感一些 刘敏今天啊 来到现场 要挑战的这个难度 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是一百组十一位数 也就是一千一百个数字 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 我们稍后会让评委 现场随机地选择 一千一百个数字 每十一个是一组 一共有一百组 但是各位 难度还在于 我们让挑战者 在三十分钟时间内 进行记忆 而这一千一百个数字 我们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 并不会给它分组 我们是一整屏出来 中间没有分割 所以对它来讲 它得自己去按足迹 记忆完毕之后 我们现场会把这一百组数字 随机地打乱它们的顺序 跟它记忆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在现场 有一百部手机 我们把这些手机都编了号 零一号到一百号 我们把这一百组数字 随机打乱以后 输入到这一百部手机里 生成这个手机的虚拟号码 然后我们的评委 从这一百部手机里 随便挑三部手机 刘敏 他要记住这三个手机 是哪三组十一个数 输入进去 最后三部手机对应的号码 你只要能够有两个答案 是正确的 而且现场能够拨通这两部手机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 它只有一次机会吗 只有一次机会 那很困难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规则 我都是懵的 连我看规则 理解规则都用了很久 对于挑战者来讲 它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忆 先记数字 然后记分组 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 输入到哪部手机 它得记下来 最后才能根据手机的编号 找到这十一个数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给刘敏加加油 接下来请到备战区 请挑战助理为刘敏戴上耳机和眼罩 选一千一百个数字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了 我们三位评委一块来吧 好 来 您尽量别按连续的 给它增加点难度 平时的时候 都是按照一定的规格 来进行记忆的 但是今天的话 是以电话号码的形式 就打破了对传统 我们习惯的那种方式 无疑也会跟我们增加了难度 谢谢三位评委 一千一百个数字已经输入系统了 好 那么接下来 要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好 掌声有请挑战者 回到舞台中间 这一千一百个数字 现在已经输入到系统了 只要你准备好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挑战 一直就是属于特别紧张 我很担心 在现场以这个状态之下 能不能去完成它 好 我准备好了 加油 接下来 我宣布 刘敏挑战 开始 哇 这一千一百个数字 是一整屏出来 中间没有分割 它得自己去按阻迹 我眼睛都有点花 我眼睛都有点花 一样的头去看整个的屏幕 直接破了我们传统的那种 学习或记忆的方式 头好明哦 人类的记忆 三十分钟之内 你百分之四十已经忘记了 到了一个小时 你百分之六十的都忘记了 所以它的挑战是非常困难的 一千一百个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 没有间隔的 密密麻麻的显示在大屏幕上 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眩晕感 而刘敏 却要在三十分钟内 将这些数字全部记住 这无疑是对人类大脑 短时记忆极限的一次挑战 刘敏能成功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还有二十秒 三十分钟之内 你百分之四十已经忘记了 他得自己去按手机 我眼睛都有点花 算了 我放弃了 怎么可能全记得住呢 时间到 有请挑战者到挑战区稍微休息一下 同时也再次梳理一下他脑海中的记忆 那么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编号的道具拿到开场 电脑系统将1100的数字以11个为一组分成100组进行编号 评委随机将100组号码导入到100部手机里 在导入过程中挑战助理将会以播报的方式把手机序号以及导入手机的分组编号报给刘敏听 而刘敏竟有这一次获得信息的机会 面对更加复杂的记忆信息 刘敏能够一个不差的全部记住 最终挑战成功吗 那现在我们就有请董卿评委上来随机点选他们的顺序 根据您点的顺序 这些数字就被编入到1至100号手机里 现在开始 请1号手机导入49组号码 请2号手机导入13组号码 因为前面我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脑力 接下来还要再去听这么庞大的一组的调换的顺序 真的就是一个考验 而且全部都得是靠听 92组号码 一步没跟上 步步跟不上 他记忆的时候 他一定有编排的程序 打乱了以后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平常记忆的思考的程式 所以是比较困难 刘敏需要集中注意力 听清楚播报的每一个信息 同时他还要在脑海中 从之前记忆的1100个数字中 找到分组序号 与手机排序对应 形成新的记忆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这对刘敏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在之前30分钟的长时间记忆过程中 刘敏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脑力 他能坚持下去 挑战成功吗 请90号手机导入83组号码 到了中后部的时候 感觉已经很累 但是呢 只能做这一次的挑战 告诉自己 一定要再加把劲 一个稳稳地把它记住 请95号手机 请97号手机 请99号手机 请100号手机 导入90组号码 谢谢董卿评委 谢谢孙杨评委 为我们选择了 100组号码相对应的手机 这100组数字 已经作为虚拟号码 输入到了每一部手机当中 每个手机只有唯一的一个号码 所以稍后 我们的验证方式 也将用拨打的方式 来看看号码是否能打通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评委 分别为我们选一部 手机作为我们目标手机 43号 听到说43号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自己大脑当中进行搜索 请43号手机 导入82组号码 谢谢啊 38号 请38号手机导入23组号码 78 78号手机 请78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一下眼罩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告诉我 准备好了 好 请将43号手机 38号手机和78号手机 对应的那11位数字 写在我们的答题卡上 请43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37组号码 1100位数字 分成100组号码 在随机编排进100个手机 挑战者不但要记住100组号码 及分组序号 还要记住随机导入的手机编号 在这样三重叠加的复杂记忆条件下 要想找出评委随机挑选的 三个手机对应的号码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刘敏能挑战成功吗 43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43号倒数第二位的时候 模糊了 不太有把握是哪个数字 身心 38号手机 39号手机 导入23组号码 在写第38号的时候 回忆的信息会非常地清楚 顺畅地就把它写出来了 请78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78的时候 它已经是偏后边的一些信息了 我要第一个是确定好了 它的这个位置和顺序到底是哪一个 序号越是靠后的数字 越会影响刘敏记忆的清晰度 它迟迟未能写出最后一组数字 随着时间的流逝 记忆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衰减 刘敏能够写出对应号码 挑战成功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最后一位的时候出现了模糊的状态 所以一直在那纠结 到最后我觉得 按照我最初的第一的印象是哪一个 就写哪一个 四十三号手机导入八十二组号码 主持人 我已作答完毕 谢谢 接下来 有请挑战助理将答案代至验证区 验证 哪一位想率先接到电话 七十八 好 孙杨的这部七十八号手机能否接通 来看七十八号手机 刘敏给出的十一位数字是 请七十八号手机导入四十七组号码 七十八的时候 它已经是偏后边的一些信息了 我要第一个是确定好了 它的这个位置和顺序到底是哪一个 二 五 八 八 六 七 四 一 五 八 在最后一位的时候 我是出现了模糊的这种状态 九 二五八八 六七四一 五八九 请 拨 打 我眼睛都有点花 三十分钟之内 一百分之四十十九 我一个我是确定的 另外两个我都是有点迟疑的状态 怎么可能全记得住呢 没有此电话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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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味着 号码错 太遗憾了 多明你现在还能再回忆一下 这一组里边哪个数字出错了 你想得起来吗 应该是最后一个数字 最后一个数字 你现在觉得是几呢 可能 请七十八号手机 导入四十七组号码 我觉得是二 可能是二 好 我们把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 改成二 我试一下 太遗憾了 但是我们的挑战者 还剩下最后两次挑战机会 第一个手机未能打通 号码记忆错误 按照挑战规则 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挑战成功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两部手机 必须全部打通 才能挑战成功 接下来哪位想接到电话 好 李博士 四十三号手机 我们来看挑战者刘敏 给出的 对应的这十一位数的号码 每亮出一个号 我们的挑战助理 就将拨出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四十三号手机 导入八十二组号码 九 七 第三个数字 第三个数字 五 四 二 三 六 五 五 八 李博士出的 四十三号里边 就有我一个 不确定的数字 所以那个 是我最最紧张的一个 九 五 好 九七五四 二三六五 八九五 请拨打 挑战规则 要求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成功 第一部手机因为号码错误未能打通 如果第二部手机还是未能打通 那么刘敏的挑战就将宣布失败 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 只有一次机会 到了一个小时 你百分之六十的都忘记了 太难了 脑子要炸了 算了 我放弃了 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 只有一次机会 正确 四十三号手机成功接通 打通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 控制度 我自己真的成功了 我觉得很不容易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四十三号手机下面 最终的号码 是否和我们播出的这个号码是完全一致 请揭开 九七五四 二三六五 八九五 回答正确 接下来 总经评委 三组数字 刘敏给出的答案 目前是一对一错 根据规则 要求答对两组数字 才算挑战成功 剩下最后的一组数字 刘敏能够回答正确 挑战成功吗 我们看最后 董卿评委的号码是三十八号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刘敏给出的答案 三十八号手机对应的十一位数字是 请三十八号手机导入二十三组号码 四 八 九 六 五 二 平时的时候都是按照一定的规格 来进行记忆的 但是今天的话 需要除了我记忆以外 还要额外地去对这样的信息进行处理 无疑也会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三十分钟之内 百分之四事情就有问题了 我眼睛都有点光了 算了 我放弃了 三 一 怎么可能全记得住呢 零 一 五 四八八九六五二三一零一五 好 确认手机上的号码 五五 请拨打 这一千一百个数字突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并不会给它分组 感觉整个的那个屏幕上的数字都在跳都在动 感觉是要记不住的那种 怎么可能全记得住呢 这一百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 输入到这一百部手机里 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 一步没跟上 步步跟不上 大的我放弃了 它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 先记数字 然后记分组 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它得记 我是出现了模糊的状态 有可能今天会有失败 怎么可能全记得住呢 肌肤不可能了 大了 我放弃了 只有一次机会 太难了这个 太厉害了 看一下 三十八号 四八九六 二三一 零一五 刘敏挑战成功 我看你也是一直紧张的呀 在旁边每报一个数字 刘敏都在那儿 太了不起了 刘敏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其实我跟孙杨当时去把这一百组数字和一百个电话号码 等于完全打乱次序的时候 我们俩就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确实就是在这个场内按照这个环境来记 确实是就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到现在还是就是很紧张的 对 是不是也是很大的消耗啊 是的 你是哪一年拿到记忆大师的 是一七年的时候 其实最初的一个想法是 因为我那会儿刚生完孩子两年多 所以他们说一孕傻三年 我说肯定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说那我就考考记忆大师锻炼锻炼这个记忆力 所以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要训练的 你爱人支持你吗 当时我跟他说完我的想法之后 他也是想了想 然后说如果你决定了 然后我会全力地支持你 他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吗 来了 他跟我一起来了 我们掌声欢迎刘敏的爱人好不好 三位评委老师好 各位观众们好 我是刘晓军刘敏的爱人 你刚才看他挑战 有什么感觉啊 平时啊在一起训练的时候呢 都是我陪着他嘛 我觉得这次挑战能够成功啊 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对 你也说到 你平时也经常陪他一起训练 对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记忆力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在专业记忆力方面 我是不如他的 但是呢 在一些我们的家庭里面 或者生活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比他要强很多的 生活里的记忆比他强是什么意思啊 他嘛 在平时啊 是一个大大雷雷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的话很多重要的日子呀 或者一些比较温馨的时刻呢 都是我来去记忆 丸州呢来提醒他 或者是告诉他这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这个是在2005年的 哎 你别说了 刘敏 几月几号 对 真不记得 真不知道 是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14年前 2005年10月21日 那一次啊 是我们学生会 是星期几啊 星期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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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啊 和我在一起啊 是他最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在一起 14年的时间了已经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应该真心地去对待他 所以呢就在我的这里啊 就好像有一个数字一样一直在跳动 我们每在一起一天就跳动一次 这样的话他的日子就一点点就过来了 所以呢就记得比较清楚一些 好感动哦 没事 对刘敏有什么想对小军说的吗 老公 真的 这么多年 谢谢你 真的 没事 希望我们 以后还能这样一起 14年 4841个日日夜 我们就走过来了 你看期间啊 有开心 有快乐 有争吵 当然了也有让你伤心的时候 其实怎么说呢 这么年都过来了 放心 我永远是我 你永远是你 我永远是我 你永远是我 你永远是我 他俩挺有意思啊 他俩这秀恩爱特别自然 仿佛我们都不存在一样 相互表白 就好像他们俩在一个山顶 就他们俩在满天的星光下 开始倾诉 我们都还存在呢 但是真的特别感动 我觉得你们俩的故事 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你看刘敏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记忆大师 你因为记忆 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 挑战的胜者 小军可能在这方面 远远不如你 但他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他记录下了点点滴滴 他也因为他的记忆 拥有了很多爱的回忆 他成为了人生的生活里的影家 我们也再次掌声送给他们俩 祝他们 幸福美满 对于你们俩能否进入今天的 荣誉殿堂我们的回答是 能 谢谢三位 有请刘敏和他的先生刘晓军 共同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记忆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像刘敏这样的记忆大师 成为一个生活里的幸福的人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 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汁 请喝蒂波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蒂波尔赞助播出 可能很多人都在影视作品里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那就是当这个英雄和坏蛋对抗的时候 有的时候坏蛋往往会找到一个 比如说墙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遮蔽物后边来躲避追击 但是这个时候仿佛我们的英雄人物 就好像长了透视眼 有的时候是完全能够透过墙 或者是透过他的这个障碍物 击中躲在他背后的敌人 这种场景感觉好像只能是出现在虚构的影视作品里 那么现实当中 我们的狙击手是否真的具有这样的神奇本领呢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就与此有关 我们一起到场外去见证一下 这样一个挑战 大老师好 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江西总队 这里握骨藏龙 有一支特战小组正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将跟随贺小良支队长一起见证一场实战狙击挑战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我是武警江西森总队 机动直立支队长贺小良 贺支队长您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的狙击挑战 和其他的狙击挑战有什么样形式上的不同 这次我们之地派出的挑战者是2018年刚刚成立的天眼狙击特战小组 所谓的天眼狙击就是狙击地缘在完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只借助 无人机所侦测的图像 实施侦查 锁定目标 实施精确地狙击 这个小组目前有两名成员 是这个小组的希望和种子 一支全新的小组 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让我们非常地期待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嘞 我先复 任务开始 天眼狙击小组 请注意 我命令 在三分之一 王城全副武当到达指定位置 进行隐蔽 根据情况同胞 如两个目标 你们要在两百米外的距离 检测具佳的狙击位置 进行隐蔽 然后等待下一步作战计划 稍后 我将与你们会合 随着中国无人机技术的成熟 新的作战方式正在被广泛应勇于实战 天眼狙击小组从构想到成立 将迎来他们第一次重要检验 咱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挑战位置 可是咱们的挑战者在哪里呢 我们的挑战者就隐藏在这块丛林地 主持人 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找一下 好 我想借用一下您这个望远镜 我再近距离地寻找一下 我好像完全无法找到他们的具体位置 吴大理长 请你显示你的位置 动 不 不 哇 今天也伪装得太好了吧 您好 二位好 报告 我是特战大理大理长 奴丁军 这是我的观察署 杨成成 您好 这个手上拿着的就是你们一会儿 要使用到的无人机设备是吗 是的 我们今天挑战的目标是 利用无人机地影上的目标 实施观察 然后切定位置 实施远距的机器 在距离挑战者200米远的房屋内 用标靶模拟匪图移动的状态 挑战者要通过无人机传回的图像 在头脑中模拟出 房屋中的两个移动目标的 三维空间位置关系 完成狙击 移动的目标物 让激发时机稍纵即逝 极大的增加了挑战难度 它们能挑战成功吗 GV 开始 卢大队长和观察员已经寻找好了聚机位置 全部到位了 在这一边往那边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墙明显小了好多 对对对 地底还是比较远的 比我们的观察员也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他们二位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好 狙击手观察员请准备 挑战 开始 请准备 倒计时两分钟 现在无人机快速升起 走 无人机在观察时必须保持三十米以上的高度飞行 在这一高度上 无人机的声音也被很好地掩饰 不会被建筑内的人听到 从观察到激发 做到神出鬼没的天眼狙击 命中对手于无形 没发现目标没有 我在飞无人机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目标移动的速度 移动的规律 告诉我的狙击手 我要利用有限的角度 尽可能最大的去排到这个目标 我感觉现在慢慢地也起风了 这个风也会对他们的设计有影响 对吗 对 无人机在三十米的高空 会受到风速跟气候的影响 它会造成无人机的左右摇放 对我们的基础手在观察过程中 带着难度 这代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 卢定军还没有将子弹上膛 可见这个难度非常地大 对 山谷中突然起了风 吹的无人机很难控制 图像也变得晃动 这让观测更加困难 凭借这样的图像信息 构建目标三位位置难度极大 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往下目标 最大的困难转移 我不仅也要感触这个目标它的位置 而且我还要感触它这个移速 因为我是通过无人机画面来观察目标的 但是我设计的时候 我要通过机器箱的瞄准镜 这样的话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这样的话我就要跟我的这个观察署 保持随时的沟通 我们先辨别左车的目标 左车目标已经锁定 时间已经过去一分钟 从这个场地上来讲 条件比较呵呵 它的房顶只是露出了三分之一 观察的视角比较狭窄 所以说我们反复观察了很多遍 狭小的观察视角 不停移动的目标物 让观察员锁定狙击目标 变得难上加难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 卢大队长他们迟迟未能锁定目标 他们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挑战吗 子弹上膀 现在准备第一次试击 还剩最后的三十秒 现在连我都特别紧张 我不确定他真的能否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时间对于他来讲 是非常紧张的 是非常紧张的 剷刘 集中 第一枪已经命中目标 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他已经完成了 第一个目标的射击 我们来积极期待 第二枪 第二个子弹上膛 第二枪发现这个目标 跟第一枪的高度不一样 同时 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新的 这到达的都弹性 第二枪发现 你怎么办 不同的 第二枪这样 已经有什么 我们说完这个 第一枪 第一枪 是不是 最后一 anys 我们在做完 这意思 因为 一个 集中 恭喜你 卢定军 目标继续集中 太不容易了 我不知道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其实我是特别特别地担心 因为那个移动的目标太快了 我的心情跟着他们一样 起步不当 如果给刚刚的这一次挑战 满分十分的话 你应该可以给他们打十分了吧 可以打十分 但是我们是天隐狙击小组 我们的难度也要更大 还要挑战极限 接下来挑战才是我们的击击目标 已经是移动目标了 还要如何升级 下部我们将在移动装置的击组上 再加上中摆折挡 挑战升级 实战一比一模拟狙击 用钟摆模拟人质 遮挡在移动的狙击目标前 再次增加了狙击难度 这不仅要求观察员要定位精准 更要求狙击手能精准配合 把握住最佳射击时机 挑战者要在两分钟内完成狙击 且只有一次射击机会 狙击手观察员请准备 挑战开始 倒计时两分钟 开始 他们依然只能通过 无人机来监测移动目标 而移动目标面前 还有一个移动的钟摆 对 这个任务真的是太不可能了 高楼三一 防御目标 目标现在位于防御右侧 我发现目标前面有一个钟摆 在左右摆动 我们看到的目标 它是运动加运动 所以说这个难度可想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卢定军似乎还没有准备要射击 面对前所未见的双向运动狙击物 观察员久久未能锁定目标 而时间已经过半 卢大队长他们 需要在仅剩的一分钟时间内 精准锁定目标 并成功击中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 都将导致挑战失败 他们能顶住压力 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吗 判断这个钟摆运动的轨迹 是最发时间的 首先反复要确定 它的运动的周期 而且未来能够有效地接送目标物 我还要确定轨道运行到哪个点的时候 钟摆的位置是在哪里的 做到三者有机的结合 车下风速 风速 1.2 包完毕 还剩最后的三十秒 时间所剩不多 越是这个时候 我自己又要保持冷静 保持我自己正确的破弹 时间还剩下最后十五秒 时间越来越紧迫 倒计时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还剩最后两秒 我们来期待一下 这唯一的最后一发子弹 能否射击成功 集中 太棒了 这个最难的任务 你们完成了 恭喜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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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恭喜你们 挑战成功 非常的精彩 科技与军事实力的一次完美结合 那么这样一个挑战过后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 都想认识一下 这两位了不起的聚集手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进入现场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您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 敬礼 大家好 我叫卢定军 今年36岁 现任武警江西总队 机动支队 特战大队大队长 欢迎你 卢队长 大家好 我叫杨晨晨 今年28岁 现任武警江西总队 机动支队 特战大队 特战司政队 富小平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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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挑战的确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像这样的一种精准的这种射击 你们在实战当中是应用在哪些场合 主要就是真地这个目标不能直视的情况下 比如说有强体遮挡 一些的一巴 挪尾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进行研究了一个新的课题 但是因为无人机 它毕竟还是有噪音的 它一发现无人机 它跑了 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测算 多少距离是没有噪音的 我们是飞到一个没有噪音的高度 就地面是听不见的 这个高度 是的 目前在我们现有的科技条件下 这样一支全新的队伍 采用这样一支全新的方案 而且已经应用到训练实战当中 我相信这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是又一个好消息 你认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 他身上需要具备的潜质是什么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应该具备坚强的体魄 完全的意志 良好的势力听力 经过各种贴近实战条件下的反复的训练 每个季度要搞一次魔鬼族训练 就是在野外陌生地狱 各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作业实施地挑战能体极限的训练 这对明明队员的意志力和体力 是个极大的好业 这张照片是我们魔鬼族期间 在泥潭里面进行的极限体能训练 主要是锻炼队员们 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 我们的队员在魔鬼族期间 一个小队 集体那一辆卡车 这辆卡车的重量大概是15吨 而且这个路的坡度大概有30到40度 主要是锻炼大家这种团队协助的精神 所以像刚才二位挑战的这个项目 也是在平时日复一日 艰苦训练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战争片 但是那是艺术里的战场 今天二位的挑战让我们看到了战场上的艺术 作为狙击手枪王之王的高超的设计机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你们对无人机富有想象力的应用 我觉得也体现了中国部队 迈向创新驱动时代的脚步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梦 强军梦 梦想可期 梦想必成 所以对于今天二位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能 谢谢各位老师 是 有请卢定君 杨诚诚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获出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越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怕油怕糖怕吃 请喝蒂布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蒂布尔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